不光是特效感冒药 我还要研发出特效抗血药 特效抗癌症 我要让所有病人都不再遭受折磨 我要让这些可恶的病菌病毒都去死 上集说道 林晨带着资料找到了 未来的医界神话张狂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帮助他并邀请他 进入自己的制药公司 张狂呆呆地看着手上的收据 十万块 一分不少 现在相信我了 林晨笑看着张狂 我已经把你的梦想给拉回来了 到底能不能实现就看你了 张狂低声道 可 可我现在真的没有钱还你 林晨无奈 你要是有钱 还有我帮你垫上这些费用吗 再说了 我要的不是你的钱 而是你的人 你个鱼目脑袋怎么就不明白呢 张狂皱眉道 你到底看中我什么了 我毕业的大学不是什么高等院校 我的工作经验也就两三年 我这人 脾气更是不太好 哪里值得你千里迢迢地跑来找我 林晨耸了耸肩 还真不是千里迢迢 我老家也在长光市 同领镇知道吧 同领镇东南边有一个叫林家岭的村 我就是林家岭的 张狂还是一脸不洁 你非要我说一个原因的话 那可能就是 林晨停顿了一下 你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提出特效感冒药计划的人 你就这么相信我 你恐怕连我的计划书都没有看过吧 实不相瞒 我带着这份计划书去了不下50家制药公司 最后都被赶了出来 没有人相信我会让特效感冒药面试 他们都把我当成了傻子 觉得我一想天开 张狂接着说道 市面上的感冒药虽然有很多种 可成分大都相同 只不过牌子不同罢了 感冒本来就不是什么大病 没有人会因为感冒而过于担心 吃药不成打针就是 总会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制药公司也不愿意把钱砸在这上面 有这种资金 还不如去研究一下其他病症的药品 听到这话 林晨露出笑容 你明知道这样 可你还是萌生出了研发特效感冒药的念头 那你跟我说说 这特效感冒药 到底特效到了什么程度 张狂眼里透出金光 如果真能研发出来 那普通流感的话 我有把握让患者在吃了特效感冒药之后 一天之内即可痊愈 一天 林晨笑了笑 看来多次被拒绝 的确让张狂失去了信心啊 一天是保守估计 也可能更快 不过这些目前都只是空谈 真正药效如何 还得等特效感冒药真正研发出来之后 那我就等着你咯 不会让我失望吧 张狂犹豫了一下 制药公司不是说开就能开的 需要大量资金不说 注册方面也是一个难题 你真有把握开起来 这就不是你该考虑的事情了 就说我这制药公司开起来之后 你来不来吧 张狂苦笑 你连住院押金都给我垫上了 我哪里还有不去的道理 那行 你把你的银行卡号给我发过来 我先给你转点钱 以后阿姨治病需要钱的时候 你也不至于无头苍蝇式的借钱 这个 还是先不用了 你已经借给了我十万块 后期要是再花钱 我想其他办法 凌晨脸色一般 治疗白血病需要多少钱 你比我清楚 十万块只是前期费用而已 后面还不知道要花多少呢 你要是为了钱的事 而耽误了特效感冒药的推进 那对我来说就是得不偿失 懂吗 见张狂还是犹豫 凌晨又到 这钱你也不用觉得有负担 算是我先借给你的 没有利息 你得想明白 等以后特效感冒药真的研发出来了 能为我赚多少钱 哪怕是你 也可以轻轻松松就把医药费还给我 所以 你不需要有任何压力 在阿姨病情逐渐稳定的情况下 你只需要尽量准备特效感冒药的事情就行 张狂咬了咬牙 大恩不言谢 哈哈 先去银行 你的账号恐怕没办法进行大额转战 接下来 两人去了一趟银行 张狂开通了大额转战之后 他的手机立刻就收到了一条银行来账信息 200万 这个数字 让张狂脑海一片空白 正常情况下 白血病是花不了这么多钱的 咱先说好 我给你转据些钱 可不是在诅咒阿姨病情恶化 只是为了让你以备不时之需 行了 凌晨直接开车离开 直到五分钟之后 张狂才清醒过来 他直接拨打了他二哥的号码 二哥 结果出来了 白血病 咱妈已经住院了 简短的话语 却让对方直接陷入了沉默 需要多少钱 我这就想办法 张狂露出心慰 钱的是你不用担心 我都已经凑齐了 不过接下来我可能会很忙 恐怕没办法在医院里照顾妈了 你跟大哥和大姐他们说一下 最好能轮流来医院里照顾咱妈 你要做什么 白血病花小不少 你又是从哪里来的钱 对方似乎生怕张狂做什么傻事 二哥 你不用担心 我是要去研发特效感冒药 张狂解释道 是一个制药公司的大老板亲自找到我 说愿意给我投资 咱妈的医药费也是她借给我的 白血病治疗过程需要很长时间 我不能辜负了人家的期待 不然咱就成了没良心的畜生了 对方凑了口气 这才到 特效感冒药也是你的梦想 既然眼下正好有这种机会 那你也不要错过 至于咱妈这边 我下午就跟你嫂子一起过去 大哥和大姐那边我也会通知一声 咱们商量一下 张狂点头 好 电话挂断 张狂攥紧了拳头 不光是特效感冒药 我还要研发出 特效抗血药 特效抗癌症 我要让所有病人都不再遭受折磨 我要让这些可恶的病菌病毒都去死 街上林克和林楚 林晨在车里调侃道 你俩说不干就不干了 你们的领导同意 林克满脸不屑 哼 那个该死的老巫婆恐怕巴不得我走呢 公司里也就我敢跟他顶撞几句 估计他早就看我不顺眼了 我们车间主任倒是一直都在挽留我 不过我哥现在可是大老板了 我要去施展我的才华了 你本来就是大学生 还是个女孩子 应该找个体面点的工作的 这些年委屈你了 大哥 你又这么说 烦死人了 难道缝纫工就不体面了 你瞧不起缝纫工吗 林晨连忙想要解释 车在音响却传出来电铃声 林晨直接接通 林哥市中心这里刚开了一家按摩店 妹子都是上城 你不赶紧回来享受享受